丁鱼毛子水盈盈的 他虽然穿戴的好 但日子 日子过得有些艰难 周世贤风流多情 以前他还同情周表哥身边的俏丽丫头 可嫁过去他才明白 这些丫头养得比小姐还小姐 织粉首饰衣物等耗费不说 周家不在于这点银子 但一个个的娇弱 今儿个这个有病周世贤去看望 明儿那位不舒服 他小意体贴的安慰 丁鱼多说语句就是不贤惠 婆婆总是催着丁鱼帮着丈夫读书上进 可他的话周世贤根本不听 那些个丫鬟一个个的都惦记着爬床 丁鱼头一胎被气掉了 风流温柔的表哥 丁鱼再也没觉得他好了 只可惜这日子是他求来的 四姐姐 丁鱼不想在人前多待 来到外面回廊 听见有人叫他 回头一看 七妹妹 丁鱼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丁鱼道 你选的人不错 你会过得比我更好 丁鱼握住丁鱼的手 你还有儿子 碎姐姐坚强一些 看个今日的二姐姐 她一样挺过了最难的时候 六姐姐说过 女人先得要坚强 丁鱼目光透过玻璃窗 躲到了同宾客小姐们谈笑的丁鱼身上 笑音的丁鱼帮着丁书 抵胆规格小姐们的调戏 周璇于他们中间 既不会失礼 也没让存心看丁书笑话的人得逞 毕竟丁书嫁得有些低了 表哥表姐 三生时尚都刻着名字呢 五姐姐同五姐夫素食姻缘 家偶天仇 丁鱼笑着挡住了不怀好意的人 有欣赏丁栋的 自然也有仇恨他的 利益决定了没有永恒的敌人 也没有永恒的朋友 丁书对丁鱼投意感激的目光 丁鱼握了握他的手 事意一切有他 丁书尽管安心做新娘子 女人一生最灿烂美丽 值得珍藏的日子 岂能让人破坏了 丁柔战斗状态十足 何况他也很看好丁书的将来 朱能会是个好丈夫 又有人拿朱能的官职说是 丁柔同样笑着回应 英雄莫问出处 有志不在宁高 吴姐夫如今是郑六品的副将 在这岁数 怕是有很多人赶不上他呢 丁鱼泰了口气 唉 六妹妹 是个善良的人 是啊 六姐姐一直很好的 她教了我好多东西 四姐姐也知道 没 说的好听是耿直 不好听啊 是有些语 六姐姐说 像她这样的 更需要一个稳重的妻子 她才学足够出色 有位贤妻 不见得会比同榜同僚差 丁云对未来很有信心 腼腆的倾笑 六姐姐说过 我有帮夫运 一时的得失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以后 我谢六姐姐 她真的很聪明 是聪明 丁鱼缓缓地说道 今日的富贵 也是大伯母 为了压下下月出格的六妹妹 亲王做亲 安阳郡主另眼相看 又嫁得是隐叹花 十年后 咱们姐妹中 可能地位最高的 就是她了 地位再高 也是六姐姐 丁鱼笑了笑 习惯地擦了擦眼角 此时 一身盛装的丁亦进了门 丁亦看着面色红韵的丁亦 略感吃惊 前一阵京城传言 兰陵侯夫人命不久矣 可看今日的丁亦 虽说缠弱了一点 但绝不是命不久矣的样子 大姐姐她 听六姐姐说 大姐姐只要心情平顺 不急不躁 就能长命百岁 大姐姐重掌兰陵侯府 也没什么人再敢给大姐姐难堪 大姐夫又是个体贴的人 最近一直都陪着大姐姐和儿女 丁亦四周看了一圈 哎 怎么没见到三姐姐 她还不舒服啊 丁亦敲声说 大伯母不是很喜欢三姐姐 她一直养兵来着 今日五姐姐大婚 大伯母说 三姐姐服份薄 不能让她在屋子里 一会儿会来露一面 丁一到了 丁柔有了重量级的帮手 同丁柔的灵牙历史不一样 丁亦是侯夫人 地位在那摆着呢 只需要她轻轻瞟一眼 闹事的人都歇了心思 丁柔已经够难对付的了 再加上蓝灵侯夫人 哪儿还有机会 紧张的气氛消失了 在丁叔身边的人 都真心地恭贺她 身穿红色架装的丁叔 修得脸红通通的 却也有着新娘子的美丽动人 丁一横笑 看着即将为人妇的嫡妻妹妹 说道 好好同姐夫过日子啊 嗯 丁叔脑袋快缩进脖子里去了 丁柔笑道 吴姐姐整个一安喘 羞涩 丁一笑容更重 对丁叔说 没事儿 她下月出阁 你还有机会笑话回来 到时候 作为夫人 更有法子整治她同六妹夫 饮炭花想要娶走六妹妹 正经啊 得过咱们这一关 到时候 六妹妹怕是着急地哭了 大姐姐说的是呢 丁叔抬起了头 对丁柔做了个鬼脸 哼 有你哭的时候 三姐妹之间的谈笑 引得周围的小姐 侧目连连 对丁柔高看了一眼 丁柔挽住了丁姨的胳膊 大姐姐不疼我了 丁姨戳了一下丁柔的额头 见丁柔的睫毛眨了两下 笑容不改 怎么 是谁欺负你了 同我说说 我帮你报仇去 我的六妹妹 只有我能欺负呢 那我悄悄地告诉大姐姐 丁柔顺势拽起了丁姨 我向大姐姐告你撞去 我才不怕呢 看大姐姐听我的 还是听你的 丁叔笑着应对 丁柔同丁姨去了隔间 周围的小姐并未看出不妥来 但也知道 她们姐妹有些话要说 丁叔继续同闺蜜们谈笑 气氛一样的好 六妹妹 有话说吗 丁姨同丁柔的手交握 看着丁柔的犹豫 轻声说 你说吧 我们是姐妹呢 丁柔虽然让人注意丁敏 但真怕她疯狂起来 不管不顾 她问过杨八妹 丁姨绝对不能生气 不能受太重的打击 丁敏会有什么举动 丁柔不知道 但丁柔今日一直胸口有些闷 她一直记得 丈夫同妹妹 在床上做爱的画面 听着他们的调笑 嘲弄她的愚蠢 她面对这种背叛 留了孩子 差一点造成血崩 在医院住了一周 才调养过来 古代的医术 远远落后于现代 丁柔如何不为丁姨担心 虽然蓝灵猴不见得会同丁敏如何 但谁也保准会不会就中了丁敏的牵套 丁姨推了推丁柔 六妹妹 你哭了 丁柔擦了一下眼角 摇了摇头 三姐姐最近很老实 很乖巧 但我觉得她并未放弃希望 一旦有了意外 大姐姐你一定要冷静 在府里就没解决不了的事 多想想争根均结 您只要健健康康的 她没有一丁点的机会 丁家绝对不会有作妾的小姐 祖父父亲丢不起人 丁姨握紧了丁柔的手 脸有些白了 深吸一口气 我明白 我相信侯爷 隔尖外传来动脚 丁三小姐来了 丁敏山山山来迟 丁柔看见妩媚动人的丁敏 脸上挂着自信的微笑 她看向丁姨的目光里 带着一丝的得意 虽然很快掩饰了过去 丁柔攥挣进了拳头 同前生今生重叠 丁柔垂头掩饰去了眼底的利涩 丁敏 你是找死 民间百姓成亲 可待凤官侠配 这也是太祖皇后的得正 朱能为正六品的偏将 丁叔出嫁便有告命身份 她又是丁家嫡女 礼服 凤官等等都是最好的 嫁妆更不用说了 大太太疼惜丁叔 铺承开来的嫁妆 足可用十里红妆形容 太分除了当初定下的每个孙女都给一份嫁妆银子之外 又多给了丁叔一千两的银票 一出小庄子 六间店铺 虽然引得二太太犯酸 但嫡女出嫁终究不一样 况且那些都是泰夫人的东西 她想给谁做儿媳妇的还能指手画脚吗 给了丁叔 过两个月出嫁的丁云也会得了这些好处 二太太这么一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 都算是低价 泰夫人顿不会做出厚此薄彼的事情 丁敏不愧是财女之名 同众多小姐谈论起来 财学比众人高出一筹 丁柔一直注意着丁敏 她应该没少下苦功夫 琴棋书画 师子歌赋 针线女工 这些她都刻苦练过 再加上 她两世为人 有旁人不可比的阅历 这么多的优势 她却偏偏向弯路上走 丁柔想不明白 她前生到底经历了什么 让她对驾兰陵侯做济事 如此的执着 莫不是梅一家将来会倒霉 因为丁云 丁柔认真的打听过梅汉林 实在是看不出 她会做下大错 丁柔转念一想 有重活这机会 谁都不愿意走上旧路 丁敏眼中的幸福 可能是她苦难的源泉 丁敏沉稳如常 丁柔越发弄不懂她了 她到底想要做什么 丁柔越来越多 丁柔即将嫁给尹丞晒 她再也不是默默无闻的丁家小数女 同她攀谈的人也很多 不仅有规格小姐 还有一些命妇 丁柔不敢随意地应付他们 仔细从他们说话 应对他们的试探 或者说是拉拢 这些命妇来丁家参加丁叔的婚礼 有一半的注意力在丁柔身上 想知道为何她得安阳郡主等人的厚爱 能嫁给名阳天下的尹炭花 虽然尹家麻烦一些 但尹丞善的仕途光明 曾经作为京城闺秀眼中的金闺婿 仅思于信仰王 有些人家嫡女也愿意嫁的 宝亲王提亲后 京城传言 宝亲王同丁老太爷交情莫逆 尹丞善是宝亲王弟子 娶丁家庶女也算是般配 命妇小姐们纷纷羡慕丁柔的好运气 今日来丁府 就是抱着试探的态度 看看丁柔是不是须有其表 能不能坐稳尹夫人的位置 沉稳机智的丁柔 让他们对丁柔的评价高了一些 心里赞叹丁家的好教养 等到丁柔应对了这些命妇之后 再一回神使 丁敏 踪迹皆无 丁柔戏沉 面上不显的盈盈笑道 我去看看祖母有什么吩咐 先失陪一会儿 在命妇小姐们身边 丁柔总不能想走就走 见他们点头含笑 丁柔才起身 他是公认养在太夫人身边 这种借口他们挑不出错来 丁柔应对着凶贵告命 丁柔出门前 见他愉悦的笑颜 放心了一些 他从兰林侯这么多年的夫妻 这点信任应该有的 在凶贵告命们中间 丁柔居于主导地位 没有历练挫折 达不到丁柔这地步 柔小姐 太夫人回程松园了 为何 文丽轻声禀告 岳宁侯府太夫人到了 世上就有自我感觉良好 并且脸皮很厚的人 岳宁侯太夫人流逝便是其中之一 丁柔实在是想不通 他有什么脸面来丁府 丁叔成亲 太夫人不能把他打出去 只能避开一些 交给不知情的大太太应付 丁柔伸着文丽的手 看向月宁侯太夫人老流逝 不得不说 他保养得不错 本来就比太夫人小了十岁有余 五十的年岁 皮肤还是白皙的 虽然有皱纹 但并不深 他一袭松香色被子 外罩了夹衣 下衬一条 属锦长裙 周身上下 收拾得很是利落 头上的凤钗一颤一颤的 朱翠不多 但却能看出富贵来 在众多太夫人中间 他显得很是年轻 在眉眼间 能看出他年轻时 一定是一位美人 难怪能在老侯爷临死前 浮成正式 他气色很好 身上有一股婉约的气质 常住在江南 说话声音也柔软悦耳 虽然周围的命妇 有些看不起他 但有月宁侯在 他说话也风趣得紧 倒也没人给他难看 但想让名门贵妇 同他闲谈 那也是不可能的 大多都无视于他 巴结他的人 都是不入流的人物 这种无视冷遇 显然没有打击到他 该喝茶喝茶 该攀谈攀谈 丁柔站着看了一会儿 暗自说了一声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暗说 他即便回了京城 安心在侯府里荣养就是了 旁人也不会多议论他 妾室扶正 和他是大秦帝国 唯一一个 没有告命身份的 侯府太夫人 但他偏偏不老实 在京城待了一年 终于忍不住了 六小姐 雅菊匆忙走到丁柔身边 他被丁柔安排着跟着丁敏 丁柔就在等着他的回话呢 丁柔同雅菊来到屋外回廊一角 雅菊脸色有些苍白 丁柔道 你别急 慢慢说 雅菊深吸一口气 轻声道 你让我悄悄跟着三小姐 她方才 同越宁侯府的太夫人撞见了 三小姐本来不愿意搭理她 但侯府太夫人 不知道说了什么 三小姐同她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就在那边的花丛边上 奴婢不敢离得太近 隐约听着 好像提起了刘一娘 后来奴婢又听说了六小姐 丁柔皱了皱眉 她说我什么 因为听见了六小姐 奴婢仔细地听了 好像三小姐将您 将您 怎么 将您配给月宁侯 丁柔脸上能挂出寒霜来 月宁侯记事 她不知道我定亲了吗 听那意思 不是记事 好像是贵妾 他们想要坏了您的姻缘 坏了您的名声 六小姐 您可得当心啊 奴婢跟着三小姐 越想越不对劲 旁人再重要 也没您重要 奴婢见三小姐 去了荣指园 让小红跟着 我就匆忙赶回来给您送信 丁柔被丁敏气乐了 她以为她是谁 贵妾 亏她想得出啊 丁柔并不太着急 只要她不行错 丁敏再多的算计都没用 荣指园 她去那儿做什么 雅局摇摇头 奴婢不知 看来丁敏不仅要算计蓝灵侯 还要算计自己 丁柔此刻不敢再轻易走动了 在她定亲的情况下 破坏了明姐 那唯一的途径 就是将她和月宁侯关在一起 丁柔悄声吩咐 你去盯着姐夫 如果她离开 在路上拦住她 你就说 大姐姐找她去客厅 是 雅局点点头 但不放心地说 您呢 努婢说句打嘴的话啊 三小姐 好像已经不是三小姐了 我在人多的地方 她还能做什么呀 就是把我敲晕了 她也没那本事 你快去吧 是 雅局跑开了 丁柔闻嘴轻笑 男主角不到 他倒要看看 丁敏能翻出什么风浪来 杨白妹那里还没消息 沈一门门主 在闭关研究一味药材 这其中 丁柔总觉得 同今日丁敏的疯狂 也许能联系起来 你是丁家六小姐吧 丁柔准备走进客厅时 碰到了岳宁侯太夫 老刘氏 丁柔点点头 对于勾引别人丈夫的女人 丁柔一向美好印象 老刘氏横快一步 你养在太夫人跟前 难怪长得如此的水亮 她有没有提起过我呀 小柔 能不能同我说两句她的事啊 这么多年没见 她一见面就甩脸子离去 我们虽然分了宗 但好在是亲戚呀 你说错话了呢 丁柔毛光锋利 第一 小柔不是你能叫的 我们不熟 请叫我丁六小姐 第二 祖父倒是说起过你 你想听吗 老刘氏面容 还是挂着慈爱的笑意 全然不将丁柔的嘲讽当回事 仿佛看着一个 不懂事的后背胡闹 笑音音的问道 她说什么了 丁柔对此非常异常的无语 她也算是见多识广 但从未见过 这么不要脸的人 这样的人 还能弄出三计道 能说恩于苏行百姓 她是不是 丁柔仔细的 端详起她 但老刘氏 可不是丁面 丁柔看不透她 祖母说了 谁是你亲戚 谁倒霉 老刘氏面容一宁 丁柔接着说 那张帖子 没说清楚吗 你还敢 蹬丁家的门呢 祖母早就同你们 出了五福 分了踪 看看你这座牌 看看你做出的事情 亲戚两字 针针脏了口 你还好意思提起 曾经是亲戚啊 非得想让我们 拿扫把感人 如果你有意思 脸面的话 就不应该来 你 老刘氏脸一阵红一阵白 有人说过她 也有人瞧不起她 但那些人 都是她同辈的 被丁柔就差纸鼻子骂了 老刘氏坚韧的心受伤了 你竟然敢骂我 这就是丁府的教养 我没拦着你 反倒是你挡着我的道路 主动同我盘谈 我不过说了几句实话罢了 丁柔神色暗淡 屋子里的人都在闲谈 但总有几个注意到这边的 丁柔可不愿同她站到一处 档次也太低了 怪事年年有 唯有今年多 主动送上门来找骂的人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你也堪称奇葩了 丁柔想要卖布时 猛然想到一事 说道 这里是丁家 容不得你搞三搞四的 我不是你能制住的人 老刘氏平复了一会儿 丁柔的锐利超乎她想象 看来 计划得变一变了 真得罪尹承善 得罪安阳郡主 得罪宝亲王 对越宁侯府没好处 看丁柔的架势 同太夫人太像 宁可死了 也不会让她如愿 为了将来着想 她还是给越宁侯 取一个笨一点的济世吧 唯有如此 才能将侯府的东西 留给他生的儿子 看来 别有关 别有关 看来